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了 本周的天气的确就是高温炎热 但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这个变化包括可能会有台风的生成 所以呢就要赶快带您来关心 本周的天气了 周一周二来说呢 整体来说可以说是呢 本周天气相对比较稳定的两天了 上半天来说呢 全台高温炎热都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留意一下中午过后的山区午后热对流发展 但是来到了周三过后 台湾环境场的水气会明显增多 到时候迎风面的像是东半部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就要提醒您留意 降雨的机会一整天就会提高 然后周五过后要小心的就是台风 恐怕会有台风的生成 到时候如果真的生成之后 它的外围环流呢 以及整个低压带的水气北台之后 就会影响到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呢 一整天天气状况十分的不稳定 甚至会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降雨状况 赶快透过了亚洲陰图带您来看了 你可以看到今天呢 其实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这个环境 台湾呢 这午后热对流的发展比较限缩在山区 但是明天过后整个高压系统呢 东退北游了 所以呢 台湾环境场你可以看到 在南方海面上头非常多的水气 就会北台影响台湾 这第一个状况呢 就会发生在迎风面降雨 就会时间点来的比较多一点点 再来就是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会比较剧烈 要提醒您留意 注意到了 你可以看到周三过后呢 在南海可能会有一个逆时钟旋转的涡旋 就是有可能有热带扰动 进一步发展成热低压 甚至是呢 增强成为台风的机会 目前的预报资料路径看起来不会直扑台湾 它会朝向呢 广东还有香港的方向前进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 就会影响到周五过后台湾的天气了 只不过现在台风都还没有看到一个影还没升成 所以讲到它的路径还言之过早 持续每天要锁定我们的气象时间 就可以带您来了解最精准及时的气象资讯 至于明天的天气重点有哪些呢 下一张图就带您来看了 持续还是高温炎热 所以温度还是大家要注意还有紫外线了 明天哪些地方会非常热呢 其实全台湾都很热 33 34度以上的高温 但是呢台南高雄 屏东还有华东地区 提醒您要留意了 项局是发布了高温灯号 也就是这五大县市呢 就要特别注意 明天是会一连多是标迫36度 甚至有可能来到38度 这个高温的机会 所以提醒这些地区的观众朋友就要留意 外出防晒补水工作非常重要 还有明天哪些地方会下雨 唐宇图进一步带您来看了 明天持续吹呢 整个偏东风东南风的环境 迎封面的恒春半岛 还有东半部地区就要留意 在清晨上半天会有飘雨状况 但是主要降雨还是在中午过后的 各地山区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而且在山区呢 这些热对流发展起来之后呢 还有进一步延伸到平地的机会 明天呢像是整个中南部地区的平地呢 还有大台北地区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的 强降雨发生 所以提醒您 最近呢这几天的天气就是散 记得待在身上早上可以拿来遮阳 而下午可以拿来躲雨 非常重要了 几天明天各地的温度要提供给您 北部地区明天白天高温32到34度 中部地区明天也通通都是站上 32度以上的高温 南台湾的部分要留意山区的 午后热对流发展 东半部地区属于多云的天气 白天高温32度上下 里岛地区白天高温29到32度 以上就是这节的迹象 多亏 唯一 感谢观看